在希臘神話中 阿波羅每天駕駛的四匹馬所拉的太陽車 跨過天空 為世界帶來光亮 它是代表著光明的太陽神 同時也是文化與藝術的守護神 而這也正是每個博物館的重要使命 晴美博物館特地委託法國雕塑工作者 用相同尺寸複製了凡爾賽宮花園中 一組以千度金壯麗且著名的雕塑 阿波羅噴泉 放置於博物館入口 象徵了本館對自己的深切期許 雕塑品原作是由17世紀著名雕刻家圖比 為太陽王 也就是法王路易十世所製作 在法國 藝術品創作者過世70年後 作品就屬於公共財產 雖然可以複製 但原作的造型與美感 卻依然受到法律的保護 因此在複製過程中 精準是一切的儀歸 就如此龐大的作品而言 3D雷射測量是複製工作的第一步 現場收集到了各項數據 經過電腦運算後 成為立體圖檔 並透過電腦連線的切割工具 製作出一件件如立體等高線圖的粗膜 然而粗膜只能提供一個大致的影子 接著還需要靠人工雕製後 才能成為一個明確的形體 有了正確的形體之後 雕刻者才能在上面覆蓋陶土或樹土 並雕製出所需要的細節 在所有的細節完成後 便進一步以使模型製作質地堅固 可供大理石雕刻對照使用的石膏模型 製作石膏模要在雕塑品上 先後塗滿薄厚兩層 用來固定雕塑細節的柔軟樹脂層 再加上一層堅硬的塑膠外殼 便能完成灌製石膏模型的樹脂模 因作品體積龐大 加上某些部分無法一體成型 因此必須局部分開製作後 再一一重新組合 這些翻製出來的石膏模型 除了需要接合外 所有雕刻上的細節也都必須一一重新處理 同時更要打磨石膏的表面 最後再塗上保護漆才算完成 整組噴泉雕塑中 每一個雕塑的石膏模型 都需要經過以上繁複的製作步驟 這些以三分之二圓座尺寸 製作的石膏模型完成後 便會從法國送往位在意大利的大理石雕塑工作室 擔任石雕塑所需要的範本 在石雕工作開始之前 意大利工作室的人員 也已從卡拉拉柴食廠 挑選了適合的大理石材 替這個龐大的工程做準備 大理石雕刻是一種無法重來的創作 因此 這些大費周章翻製的石膏模型 便是為了提供雕刻石的對照範本 石雕師傅會先在模型的各個部位打入釘子 作為丈量的依據 接著利用此龜在大理石上找到正確的尺寸 並開始進行粗雕 然後細修 不斷重複 一直到整組雕塑作品完成為止 在這礦日費時的雕刻工作完成後 為了讓這些小則幾百公斤 大則好幾公噸的雕塑品 能夠安全運送回台灣 並且安置在正確的位置 又特別製作了 跟每件雕塑作品底部相同的全形結合板 電人在作品到達台灣時 藉由全形結合板進行精準的對位安裝 接著在工作人員將所有的區塊一一安裝後 整組阿波羅噴泉雕塑的複製工作 也就即將完成 這個過程雖然只花了幾分鐘就介紹完畢 卻是一個由瑞士、法國、義大利 及台灣所組成的跨國團隊 以最精準、細緻的要求 歷史六年才完成的龐大工程 因為對我們而言 精準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 而是代表著對原作的尊重 以及對每位觀賞者的重視 值得我們用六年的時間去實踐的精神 期待自己如同太陽神一樣 盡力守護人類歷史中 這道被稱之為藝術與文化的光 並在這裡與大家分享這份美好的力量 並且不可以用來看見 再次拍給你們的文化 阿波羅噴泉雕塑 你很期待 你很期待